2020年9月3日星期四 您好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七年前当时年仅15岁 热爱动漫角色扮演的少女吴亦田 被杀后藏私在行李箱的案件轰动全国 次案被告潘伟雄 去年获得上诉庭将高庭的死刑判决改为监禁22年 而总检察署也就此提出上诉 这项已经去到中级法院 也就是联邦法院的上诉 原本是在今天正式审讯 不过主控官却接到总检察署的指示撤回上诉 并获得法院三思的接受 这也就意味着被告潘伟雄被判处误杀罪程 接近22年的判决维持不变 无论如何主控官纳芝兰副检察师 并没有说明撤回上诉的理由 只是表示这是按照上司的指示刑事 对此死者的阿姨沈依莲表示 家属无法理解总检察署的做法 而代表死者家属的庞庭律师 则表示将致函总检察署要求他们解释 一边给吴亦田的家人一个交代 另一方面吴亦田的母亲沈依林 文判后在脸书贴文表达感受 她说今天原本是女儿案件的终局 终极判决 但是在等待开庭之际 义务律师却抛来震撼弹 而结果对她而言是死料未及的 她表示跑法院的日子正式结束 但对女儿的爱和思念不会终结 而痛苦也没有终结 换个焦点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迈·沙比利指出 政府将规定冠病确诊病例 超过15万宗以上国家的人士 一概不可以入境大马 而涉及的国家包括 美国、巴西、法国、沙地阿拉伯和意大利等等 据了解 截至今天为止 共有23个国家的确诊病例 是超过15万宗的 伊斯迈·沙比利说 卫生部将在下个星期 公布禁止入境大马的国家名单 部长今天是在一项记者会上说 这项禁令将从下个星期一开始生效 而同一天生效的还有收紧边境措施 政府也禁止印度、印尼和菲律宾的大马 长期签证持有者入境大马 无论如何 这些人士如果有紧急状况 必须入境大马 批准权则在移民厅的手上 来看教育课题 前副教育部长张念群今天发文稿揭露 国门政府已经搁置 槟城横溢中学二校行政独立的申请 他说今年1月22日 西蒙内阁批准了横溢国民型华文中学 在冰岛八阳八路校区的申请 让该校成为一所拥有独立行政单位的中学 简称横溢第二分校 这不但意味着国内新增了一所华文中学 也让这两所学校无需再分享资源 而学校管理层也不必再蜡烛两头烧 但是随着国门政府上台 这项批准现在却必须重新被考虑 他因此点名副教长马汉顺 和马华总会长魏家祥跟进此事 不要让民众失望 对于张念群的这项揭露 横溢董事会总务吴文宝说 董事会还没有收到有关的公函 他受访时指出 今年初前财政部长林冠英曾经到该校 并告知校方内阁已经批准横溢第二分校 成为一所行政独立的学校 之后董事会就一直在等待政府的正式批文 奈何在批文还没有到手 国家却已经换了政府 为喜讯添加了变数 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